我覺得香港最缺乏的就是德育對於動物的教育 愛護動物的心沒有從小到大培養愛心 我的強項就是拍貓,我去幫助義工 我們的下一代見到我們做這件事 都是一個很好的教育,是一個新教 其實你見到我拍的貓照很多時 都是有少許可憐,有少許辛酸 我是想帶出,如果你氣貓的話 他們就會遇到一些不太好的命運 可能會吃飽,可能會喝一些不乾淨的水 可能會打風落雨,沒有地方淒身 有一間學校養了兩隻狗 因為換了校長,他就說要找人領養,不要牠 懲教署也是一個教育的地方 一個監獄的地方,有五十多隻貓 全部都將牠減了一半 說將會再減十多二十隻 中學生的發明大賽 說有一個驅貓器是可以獲得大獎 香港的貓普遍都是比較害人 如果在街上流浪 但是台灣在街上的貓十隻有八、九隻都不害人 因為牠們就是對動物好 所謂人情味就是這樣培養出來 希臘那裡我去羅德島玩 他們那裡碼頭有一個山洞 中間有一個玻璃兜 一個捕捕是給一些流浪動物 那些人只是把錢放進去 沒有人說會拿走那些錢 在日本那裡 我遇到一件事我都很有印象 有兩家人 那兩家人就有一條巷 右邊那家人就不喜歡貓 對面那家人就放了貓糧 那條巷的盡頭就有一鬥貓在玩 這間屋的主人 他不喜歡貓也好 他也不會干涉一家人去餵牠們 或者給他們一些地方休息 你不喜歡牠們 也不代表要趕著牠們 虐待牠們 香港很多時候你不喜歡那種動物 你就一腳踢看牠 你當牠是蟑螂、蟻的看待 其實牠們是有靈性的動物 可能香港人的外心真的差一點 其實在一個對流浪貓的工作中 然後我去幫一些義工去拍攝貓 讓牠可以給人靈養 讓人的感覺吸引一點 我試過有一次在桃瓜灣那裏 試過有一隻貓 我連續在那裏四天 我出現過四次 牠都是很主動過來去找我 有一天甚至乎下很大雨 牠都要衝出來 那我就開始很擔心牠有安危 因為在一個沒有準備食物的情況下 都這麼癡人的貓 我擔心會不會有什麼不測 那我就安排了我用網上的力量 一些群組 就很快就幫牠找了一個領養家庭 領養去之後大概一個月左右 那土瓜灣同一條街都出現了很多藥貓的事件 那名符其實就是在天堂門口抓牠回來 那次我也挺難忘的 那我希望帶出有幾個訊息 就領養不要棄養 還有不要選品種 有些朋友就會問 那你這麼喜歡幫流浪動物 為什麼你不自己去餵 不去幫忙絕育 那其實當然我都偶爾做過 那好,我的手都受過了 所以我的前提是去幫忙做這些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應該發揮自己的強項 我的強項就是拍照 可能就是拍貓 那我覺得我在我的強項做到的事 那我去幫到那些義工 那我覺得都是一個價值來的 這個政府的方針 不是單止對流浪貓 叫你不要餵鳥仔 甚至乎有人投訴 那些木棉花飛得很厲害的話 就斬了那些木棉花 地球其實不是我們人類住了 他們很多時候是想去承擔一些責任 想是減少一些問題 那變成了他們就可能 流浪貓又不歡迎 流浪狗又不歡迎 甚至乎樹木 很多時候都不做一些保護的工作 政府是對這個意識很薄養的 就是去處理一些生命 或者去保育 是很差的這件事 畜生而已 畜生和動物其實是同一件事 他們是會把人類的地位放得很高 也可能在動物的地位放得很低 簡直可能不會當是一個伙伴 狗和貓一樣 在以前應該叫人類的朋友 是他們很幫助我們 他們慢慢經過一些事件 令到他們發覺 其實這種動物是很可貴的 在於人類立場 其實你做到食物鏈的最上層 你很幸運 你沒有你的天敵 牠吃回來 我都不是吃齋的 但是可能在我們吃的動物以外 有其他動物我們盡量給它 例如見到一隻貓 可能你牽著你的兒子 見到一隻貓 不要走過去碰牠 有病 可能你的小朋友都不會喜歡動物 你對動物好的 你對人都不會差到去 我會覺得其實是鼓勵多些領養 去幫助流浪的動物 對你的家庭都會好 有動物有寵物的家 亦都會給一般的家庭 會多一份愛關心 在裡面的家庭 我最近發覺 我是沒有很系統地去分門別類的 我希望我做好一些分門別類的工作 執照好一些 那些八年來我拍過的貓 將來有機會的話 我會希望我會出到一些 類似貓的射真集 到時就會做義賣 可能所有收益裡面 十元裡面有九個半 我都會捐給流浪動物 或者貓義工的團體 我希望這件事是一個短期內的目標 可能希望三兩年內做得到 出本書當然是開心 雖然我佔了三分之一 但是也是很開心 因為我拍的作品 呈現在一個真實的實體書 暫時都做了我部分想做的事